月台看板上即將進站的列車 大多是區間車和舉光號 較快速的自強號 不論北上或南下 行進海線的班次都相當少 不論是學生外出求學 或是民眾要到海線觀光 都相當不方便 所幸在地方的爭取下 交通部也傳來好消息 代替在海山 所有鄉親都在歡迎 火車的班次太久 所以我們海山的主題 如果要南下北上 上班還是特車 我想火車都很不方便 所以有要求今年 我們有要求今年無論如何 一定要來整加海山 這個火車停靠的班次 相較於山縣南下北上 自強號一共21個班次 海線的火車班次 只有南下一班北上四班 數量明顯偏低 許多民眾都覺得不方便 因此地方委員蔡奇昌 向交通部爭取後 已經確定6月開始 南下自強號列車 平日增加一班次 假日增加兩班次 這是目前我們最不清楚 到未來普通時 加一班假日 加兩班的這個火車 主要好的火車 但是我們因為這樣還不夠 所以我現在還要求交通部 應該在禮拜時的黑島 過島後加一班 可以北上的自強號火車 那這樣我相信未來 對我們海山地區的 小孩也好 要特車上班也好 我想這樣的火車的數量 才可以免許 這個有救湯營 未來如果有泰魯隔號 可以走海山 我們要去台北 甚至要過去東部 有泰魯隔號 它的速度 會比自強號還快 蔡奇昌也提到 因為普悠馬號已經陸續行駛 因此將會繼續爭取 希望台鐵能將泰魯隔號 也能行駛到海線 讓民眾能享有更便利的大眾交通工具 記者怎麼會以台中逃不倒